大家好,我叫艾莉,在SPAP上九年级。 这年我十三岁,来自泰国马谷。 我家是华小家庭。 我从七岁开始学习华文,最开始有很多次真的想放学。 我觉得华文是特别难,尤其是读和俠。 但是学了两年后,觉得越想越感兴趣。 如果说华文是一个人,这个人就太有魅力了。 深深地私自我,我越来越爱他。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泰国人,她叫丽雅。 她教我华文的时候,把男的内容编成容易的。 她喜欢用画了伙伴书,给我讲课。 里面的图片,我特别喜欢。 也有一个时间,我除了喜欢看文化书, 还喜欢看华文,电视剧和电影,还听华文歌。 这些爱好帮了我不少。 说我恨你水平,进步很快。 但是有人说,努力不一定成功,但不努力一定会失败。 虽然华文不容易学,但是我相信,祝我们努力学习总有一天,一定会成功的。 现在我想跟大家说,我的成功实现我的第一个目标了。 是的,现在我考过了HSK三级,得了299分。 真可惜,只差了1分。 华文进来已经会升位像英语一样的国际性语言。 对我来说,学习华文很有挑战,给我带来很多的好处。 不过,学习,做生意,卖东西,或者找新朋友。 我之前有机会去香港参加高级比赛。 因为我选家都不会说华文,所以在那边是我当选家的导游。 带他们去很多的地方,带他们点菜和买东西。 我感觉很骄傲。 选家都教我泰国小导游。 所以我希望我的故事会鼓励学习华文每一个人。 我们一起去学习华文吧! 我们爱华文!加油!